我想请问一下 您是怎么来平衡设计跟现金流之间的矛盾 还是说因为有了分头 所以这个矛盾就不存在 谢谢 其实是这样的 我想不同的创业公司 它会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 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早期的一个阶段 最早的一个阶段 我们已经过去了 就是要验证用户的需求 我们有一千多万的用户 这个需求很明显它已经验证了 第二就是怎么样在市场当中 取得一个比较主导的地位 那解决了这个两个问题以后 我们才会花更多的精力去看 比方说怎么做 怎么解决那三个圈里面的 最下面最右边的那个圈 怎么去创造我们的价值的 这两个问题 那确实在创新工厂和创新工厂帮助下面 我们现金流是比较充裕的 即使我们今天一分钱也不赚 那我们手上的钱应该能活两年的时间 所以这点上来讲的话 我蛮喜欢Jobs说的一句话的 钱这个东西它不见得是个好东西 那至少有了它以后 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说你可以多做什么东西 而是你可以少做很多东西 你可以做一些 你可以选择不去做一些 当前来说不是最紧要的一些东西 所以确实这点上来讲是 对于我来讲是蛮好的 那我们现在还是会非常的专注在 挖掘用户的需求 在做好我们自己的产品上 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 我想您应该是那个草根创业吧 这取决于草根怎么定义了 就是说没有什么资源 没有什么基础 然后开始创业 我有问题就是想 就是说在现在的情况下 就是如果说咱们也没有什么大树可以靠 或者是不想靠大树的情况下 您有什么一些建议 谢谢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 我说我们没有大树可以靠这个有点过分 创业工厂还是个蛮大的树的 但是总的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事情还是会靠自己 比方说我们最早的团队大概就三个人四个人就开始做了 我们最早的产品lunch 产品的发布就是靠这三四个人 而且当时非常早 去年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也不敢说我们是创业工厂做的项目 都是偷偷的说 我有几个朋友做了一个这样的产品 大家帮忙试用一下吧 也是这么起来的 所以我觉得最根本的一点 其实还是说你去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些别人还没有找到的需求 这种需求有可能是大公司他不屑去做 有可能是别人没有看得到 但总来讲是最重要的 还是说你能够看得到别人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这个就是所谓的机会 今天的这个优敏学院的主题是移动互联网的机会 机会我的理解 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 我的理解就是用户有什么问题 也没有解决好 这是我认为的机会 那可能不同的人会看机会这个词会有不同的定义 比方说哪个地方有钱赚 比方说我有什么样的技术可以转化成什么样的产品 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机会就是 就是你能看到什么边用户还没有被满足好的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想法 那到现在来说我们也能看到很多新的团队 在不断的去做一些别人可能看不上或者是别人会觉得没有什么价值的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那其实只要他浪去了他总能会学到说比原来更不一样的一些东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还是要去动手去做 而不是说去等一些什么样的资源 去等一些什么样的大树去靠 请问一下 就是对于豌豆夹这个产品来说的话 比方说豌豆夹的整体的风格 然后他的一些理念 我不知道你们团队是及时广义 大家都去发表意见 最后能够统一达成这个一致 还是说某一些就是说引导性的人 在关键的时候他就是能够定下来 因为我感觉这个风格 风格也是人者见人自者见智的一个事情 那你们在处理这种 大家对比方说就类似于这种统一的风格 这种到关键的时候产生矛盾的时候 是怎么处理的 有个前提是大家去创业的话 或者是做一个创新性的产品 最重要的是团队 这个团队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你有默契的团队 不会说因为说 你如果一进来就说 一个要做好一个商 一个要做Google那样的产品 那其实是不大可能说 这个团队不大可能是可以成功的 所以首先这是第一点 一个大的前提是 整个团队 我们一开始的核心的团队 是对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产品 这个产品应该是什么样的风格 对这件事情首先是有默契的 但我们现在大概有 我们现在整个弯豆匣 整个弯豆实验室大概有60个人 60个人里面有 大概有40多个都是工程师 然后大概有10个是产品设计师 大概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分工 那不同的设计师 他确实不同的工程师 确实会对风格这些事情有不同的理解 这个东西你要说民主那也不对 民主的话最后可能 可能结果不是有一个统一的风格 而是各做各的 这个可能是一个 一个联邦制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那从我们来讲的话 还是会 很多时候也是从自下而上的 比方说 举个例子 我们一直有设计师觉得我们以前的logo不好看 为什么不好看呢 因为它的整个的形状比较的奇怪 是一个扁的一个东西 放在用户的桌面上 放在用户的手机的桌面上 很小的一块 它不饱满 那这件事情来说 按理来说 如果在一个传统的公司改logo 这么大的事情 可能是很麻烦的 可能是要至上而下的 要找广告公司 然后要经过一轮流的评审 那这个设计师他自己就改了 他自己就在他的手机客户端里面 把它给改了 然后 而且改了以后 大家都觉得还蛮好的 然后其他的设计师都把它改了 那其实这样的一种 一致性 就是从这个角度去形成的 它也是从某种程度上 从自下而上 然后别人会觉得好 好的话就这样会遵守 不好的话 那它当然是要改回来的 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 我们也不是说追求一个非常 严格意义上的 各个产品之间 要有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一致性 而是在一个动态的过程当中 去形成这样的一个动态的平衡 这样整个公司的 整个产品的形象 是通过这种形式来做出来的 比方说像我刚刚举的 这些设计的例子 其实我们在内部也会来做分享 哪个产品我们觉得是很豌豆夹的 哪个产品我们觉得是 哪个设计的决定 是做的不大豌豆夹的 那这些我们是会来做分享 通过这些的方式 大家也会慢慢的 往一个风格去靠拢 比方说我们现在很确定 我们的风格就是要简单 怎么简单怎么来 这是做决定的第一个 第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标准 如果两个不同的设计 一个简单一个复杂 那我们肯定会选简单的那一个 即使它的功能更少 即使它更弱 另外一点就是一定不能技术化 特别是Android早期的用户 是非常技术化的一批用户 可能都是我们的同行 都是IT键 但是我们做产品 一定不能技术化 比方说整个产品里面 不许出现root这样的词 不许出现room这样的词 这些也是我们在不断的讨论 当中形成的一些共识 不要让我们的普通的 小白用户觉得恐惧 一定要说他们能听得懂的话 这也是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这样形成的一种 一种所谓的风格 大概是我们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运营的一个过程 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 做这个项目 都是一个商业的角色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 那这样的话 那个弯豆甲 我不知道在最初的时候 是不是能把所有的 这个商业问题想清楚 就比如说我们要想一个 这个商业计划书 一般是这样子的 那当初您这个决定 选择这样一个方向 去做的时候 如果比如说商业上的 一些计划书 可能还有一些方面 不太清晰的地方 您是怎么决断的 为什么您选进 这样一个方向来做这事 我现在去回忆 我最早写的商业计划书 基本上是不大靠谱的 然后 但因为重要的 其实不是说 不是说 不是说你一定要在当时 就决定好你的商业的策略 而是说 不管你自己还是投资人 都希望看到说 你在当前的那个节点 对这事是怎么思考的 就更重要的是 你做的这个过程 在当时的 已知的各种条件下面 去做很多思考 比方说当时我们开始做的时候 大概Android不到100万的用户 我们做了很多的判断 做了很多的假设 跟今天也是很不一样的 比方说确实最早的时候 我们是曾经想过说 我们要做App Store的 那后来我们是和应用会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合作 直到今天 我们只focus在工具的这一块 这些都是在整个做的过程中 进行了非常大的一些调整 但最早的时候 对商业这个事情 我们就是去想 从我们当时的角度去想 看怎么去做 那确实投资人他需要的 我想大部分投资人 他需要的也不是说 由你来告诉他说 我们今年就能赚钱了 而是想看到一个 长远的一个Room Map 我们最早 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 对未来是怎么样的 做一个设想的 那就像我说的 一个成功的产品 它必然是在设计 在技术 在商业方面 都必须有非常强的 一个立足点 这餐点都不能缺 那我们最早的时候 开始决定做 这样的一个项目 也是必须预见到说 最后它如果成功的话 这三个点 它是怎么样能够 互相来弥合 它三个点怎么样 都如何有一个 是共同的立足之处的 我想这是最早的时候的 一个想法 当然坦率的说 最早的时候 肯定把大部分的精力 都还是放在产品上 到今天也还是这样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